所以我就很 闹不清我这个梦 你这个梦啊 就是钱宗书的解法 就是说城里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进去 有可能 有可能 你现在去打听一下 你再到洛杉矶的那些小小 小台北啊 很凄凉的 这跟我80年代去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很 那个时候中国人是 以离开中国为荣幸 现在是谁还待在美国 这碰面就讲 谁是谁是上海投资 怎么样 在美国在外面的华人 他们还整天看《非诚勿扰》呢 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城里的人想出去的原因 你们你讲这个话题的原因 是不安全感 不安全 城外的人呢 是贪钱 是觉得这个中国的兴旺发达 不安全感 有很多很多原因 这个小月月事件 使他们不安全感 三路奶粉使他们不安全感 我最近还看到个事情 是我觉得不安全感 我们的节目有一集是讲 这个方正线 什么碑啊 你记得吧 就是那个 他们输了一个日本人的 什么碑 后来被砸掉 对对对对 这一集的 我们的凤凰的网页上面 回贴是最多 一万多条 我们三人心很少有 那我以为是民族主义 就反对我们讲的 我们当时也估计到 结果不是 是中间有一句话 他也是断账去 我讲了一句话 说我们过去吃阶级斗争的 苦吃的太多了 其实我讲的时候 并没有否认阶级斗争 我们还强调说 毛主席说的 日本人民是好的 日本人民 可是大部分的 跟上来的几千上万的贴 只是看这一行字 讲的也不是讲日本 讲阶级斗争 然后更叫我惊讶的是 大部分的跟帖 是赞成继续搞阶级斗争 很多人就说 这些年就是没搞阶级斗争 而且还有人说 徐老师你小心哦 你不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 他来拉我 这个情绪 你不相信可以查一查 我以前人家告诉我 我不相信 就是说 虽然现在有些人 认为三十年之前的改革之前 那个是好的 现在包括小二月事件出现 就有人这样说 这种事情在三十年前 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也使得这么多人 我觉得是他们害怕相应 这个 现在这个是不均了 不换寡 而换不均了 现在这个强烈的缺乏社会公益 贫富不均 房价 你看两个事情 大家最郁闷 一个房子涨得太快 另外中国做就对老叔 对不对 对大陆不是流行一句话吗 也是大陆的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他知道 我在美国的博士论文 这是研究阶级斗争的 真的 对 我研究了七年 结果回到大陆 我记得我1997年毕业 然后拿着我的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 回去大陆 没人理我 我一碰到谁 好像我都像精神病一样 跟人家 我们来谈谈阶级斗争问题 没人理我 有朋友说 嘉辉 大陆以前三十年前 是没有阶级 却有斗争 现在是都有阶级了 就没有斗争 没人会跟你讲阶级斗争 所以说这个 可是你讲不讲一回事 的确是有阶级了 有阶级的地方 我们知道 这会有抗争 有争取的地方 关键是你最后 又怎么样解决 而且有一个基本的原理说 只要你的生产力 能够一直为奇往上走 那就暂时被遮盖 对 暂时可以调和下来 当你生产力 受到障碍的时候 原有的阶级 原有的生产关系 这又破灭 这又有另外一个冲突来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当这个社会有了钱之后 怎么来面对 像刚刚谈到说 有一千万的人 等于是说有钱人移民 我觉得当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或说一个社会 有钱人移民 真的不用担心 真的让人家感觉是 警号是谁了 连中产阶级也移民 你说就是那天 他像讲中产阶级 那天咱们那个实时辩论会 那个李伟 我叫他伟哥 伟哥给我发挥 他就说看香港的这个房子 他就说 我因为你知道 我最近跟着朋友 看香港的房子 我真是后知后觉 看多了之后 买不起 就真的太可怜了 对吧 然后呢 才突然间明白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说 哦 原来这个高房价 是政府造成的 你明白吗 我 我 今天 昨天 我陡然醒过来 我说其实 他增大 他到处盖 他到处盖 不就跌跌跌跌 谁想盖谁就垮台 对 但是问题是一跌了 就完蛋了 对 因为这么多人都付资产 后来 李伟就给我发表他的红论 他说这个政府啊 他既不能让房价这么涨 也不能让房价那么跌 他说呢 因为是要 这个这个最在香港啊 最大是中产阶级 他说你看 政府最怕的是中产阶级 因为什么呢 他说实际一个社会啊 最穷的人 也是少数的 最富的人 也是少数的 那么最穷的人 你就是再不满意 你就造反 说咱咱说难听了 你造反 你能怎么着 你也是极少数 能把你弹压下去 对吧 真正这个社会中间呢 他讲在香港啊 他最大多数的这些 会买这些个房子的 公寓了 这些房子的 这个中产阶级 你要撼动他们 他们一造反 你完蛋了 所以呢 他就说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既不能让房价这么样的 大伤 也不能 大落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话 这一小撮有钱人 他们要走 走吧 对不对 因为他们走了 他们的钱 还是会回来嘛 透过不同的方法来投资 像香港坦白讲 我们看过去几个移民潮 每一次最恐怖 就是中产阶级 也去移民 你真的是把人才 把整个社会的基础 把它毁掉 所以你讲完那一通的结论 是说你到底买房子了没有 哎呦 我就跟你讲 我说香港啊 我就 这个中产阶级 呸香港人也有脸叫什么中产阶级 我告诉你 我去看了个 他们领着我去看 看什么豪宅 那是一千万豪家伙 什么叫千尺豪宅 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一百平方米啊 一百不到 一百平方米 八九十 我说这就叫豪嘛 你那个连那个浴缸啊 也就咱桌子这么大 我说像是小人国 他们说这就是香港人太可怜了 你知道吗 太可怜 这就是有千万富翁了 在香港就厨房放个屁全部客厅都闻到 你比如说双人床 我就看啊 这个一千尺豪宅 我去的那个主卧看 我你知道这个大床 必须靠别 叫king size 你知道吗 一米八成两米 就国王 king size 我一定要king size 我才发现他只能摆一个 queen size 一个皇后的 一米六的 就夫妻俩就在这过生活 你说太可怜了 这叫中产阶级 然后旁边还住着一个非用 对 夫妻生活 天哪 那个厨房又过去一个 说你看我们这一百平米 再还有一用人房 我觉得跟老鼠东一样 这就是香港的地产商 多年来经营的主流意识形态 给大家洗脑 洗成了一个一千尺叫豪宅 这个意识形态真是太厉害了 最后大家都相信了 不相信也没办法 重点在于说文涛啊 香港的中产阶级啊 坦白讲 他不派啊 买贵了楼 因为香港很多发展经济的机会嘛 现在中产阶级的愤怒是 买了笨的楼 怎么说呢 你付钱一千尺的 一百平米的房子 其实你买回来的是六十平米的 其他四十平米 他计算在其他地方 楼梯所谓的公共用地等等 然后用的材料是非常差的 那个你说那个浴缸啊 比这个桌子还小的 他的材料比这个桌子还差了 还薄 对 那个买笨楼才是愤怒的地方 哎呀 这是香港中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很关心啊 这些个人呢 他们移民他们出去哈的理由 你像有个小旅一女的说 呃 我我去美国的想法 说起来挺老套 就是自由和公平了 他说你看他对自由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自由啊 就是在这儿啊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都可以得到理解 比如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 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 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 甚至你愿意跟同性结婚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要是跟两个女的在一起 你受到的压力就要比中国大得多 他说但是在国内呢 你要说你不结婚 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给你施加压力 像个邪教 这个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个梦啊 说实在的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啊 我还是爱我祖国 永远不离开 只要我祖国给我钱 就是说我想啊 为什么有时候会生出这种叫出世之响啊 对我来说啊 可能是在人多的地方生活太久了 这是个多么拥挤的国家 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你说嘛 我只是觉得啊 我有时候觉得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之所以老想到外国去 我想到个人少的地方去 因为我四十多年 家会不像你们 你们在外边生活过十几年 我一直就跟我们中国人民挤在一起 你就去吧 去一下吧 就挤啊 甚至你不要挤到一个凤凰卫视 你都觉得主持人太多了 公司的工资也很有限 整天征啊 这个连鹏的时间也要征 征啊征啊征啊 你就是你知道 你生活在一个什么都拥挤的地方 你慢慢的你就会想 我有一个梦 其实倒不见得是去外国 而是说离开这个拥挤的地方 问题是离开多久 你令我想起很多朋友啊 超过十个 也是说我要离开离开 可是里面有八成啊 明明移民了 然后半年后就接到他们电话 那家会我在香港 受不了太闷了 是是是 这那边好像废物一样 坐在那边 唐人街 好山好水好无聊 真的 真的是 好山好水好无聊 中国呢 现在给我们一个非常矛盾的两个东西 理性上我们都知道 如果中国从第二经济体走向第一经济体 就像你说 这个是我们盼望多少年 我们身逢在这个时间 大家都觉得很光荣 但是你要是在北京的四环五环 下午五点钟开车的话 你就不知道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 你在想要是在经济再增长下去 这个四环三环在北京 你是不是 我跟你说 而且有种迷隐约约的担心 接着将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应该是比大陆的房子将来的价钱